大家好,我是小丸子 你们是否在找一个可以朋友非常久的餐桌椅主 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 质感简约北斗风餐桌椅主 在影片开始之前,先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始小铃铛哦 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我们北斗风简约的一桌式椅主 它本身可以搭配桌子 也可以搭配椅子 那你也可以一桌梁或是你也可以只买桌子或者是只买桌子都可以 它基本上的话都可以按照你们的需求去做一个单独的搭配 那它的这个材质我们使用主中古代都没有问题的哦 因为它本身的材质的话呢 它是全石木 而且它是马来西亚镜橡胶木的石木 所以它的质感是非常的温和非常的温润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管是在它的桌面的四边角 还是在它椅背的部分的话呢 它全部都是做到一个倒凝角的设计 所以它呢非常的浓哦 所以呢在使用商的话呢 更安全更舒服 那这个餐桌椅的话呢 它不是只有餐桌椅 比如说平常啊 像是小朋友放学回来 想要当做是它写功课的地方也可以 好因为它其实没有那么局限它一定只能当餐桌椅 不然你是想要放在餐桌上面当餐椅 或是你想要把它当做舒档的书椅 还是想要把它当做化妆台的化妆台椅也都可以的 它并没有局限一定要当餐桌椅 高度都是可以适用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哦 这个椅面的部分的话呢 它整个都是做皮革的处理 那这个虽然是不稳的纹路 但是它其实是皮革的哦 所以呢这个水都不会渗进去的哦 金鸡一擦就可以起来 不管任何的酱油啊 还是说很容易打翻饮料啊 本上它都不会渗到它的骨架里面去 更何况它本身的骨架的话呢 都是做马来西亚的橡胶木的石木的材质 它很厉害的地方是 它的餐桌的部分 它可以承重到130公斤 那它的那个椅子的部分的话呢 可以承重到90公斤 它本身就是石木的材质嘛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会非常非常的坚固哦 像老人家不是都很喜欢石木的材质吗 他们那种就是石木的那种是沙发的话呢 基本上那你们用主舟不大以上都是没有关系的 都是非常耐用的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背套的话呢 它整个是做一个非常微笑的一个弧度 然后这个弧度的话呢 可以让你再坐上去的时候呢 会感觉到你的背部 整个都是被支撑住 然后呢它的肯定度也相对的非常好哦 那今天这个质感北欧风的餐桌椅介绍给你哦 那如果说你还想要看什么样的商品的话呢 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会特地为大家拍影片哦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 拜拜 拜拜